275 大眾報 三地瑜伯大學生文化之旅 2015年7月18日 透門新聞 P08特訊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廣東省文化廳及香港民政事務局合辦的2015年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第二站來到澳門 135名粵港澳高校學生昨日參觀本澳西圍和品嘗本澳特色美食 旗後轉往福建、廈門及廣東交流參觀 主辦單位期望藉此活動讓學生了解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內涵 促進學生彼此交流與聯繫 主辦單位昨日下午一時在星際酒店八樓宴會廳舉行歡迎五宴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代主任何思雅 香港民政事務局行政主任史永恩 以及參與活動的粵港澳高等院校的老師和學生出席 高教辦職務主管黃月斌表示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已是第七年舉辦 旨在讓學生了解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內涵 促進學生彼此交流與聯繫 今年活動共有135名粵港澳高等院校學生參加 其中澳門學生有27人 今年活動為期約11天 首站在香港 第二站在本澳逗留一天後 再到福建、廈門、潮州和汕頭等地參觀交流 最後一站將在廣州舉行分享會 他有稱 活動部分經費由澳門政府贊助 約40萬澳門元費用主要包括澳門學生在內地交流的活動經費 以及粵港澳青年在澳門活動的經費 參與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大學生 工作日下五萬部澳門西圍景點 參觀江頂、聖魯令座堂、阿婆井、馬閣、海市博物館、大山巴等 感受澳門文化氣息以及品嘗本路特色美食、 其後轉往福建、廈門及廣東交流參觀 8.1.2.7